剛剛我母親很高興 一高興啦 那我就放這裡 一高興的情況嘛 我就往我母親那邊走過去啦 我就衝過去啦 衝衝衝突然啊 有一隻手就把我拉到旁邊去啦 拉過去說啪啪就給我兩巴掌 我整個人都 沒放棄啦 傻掉啦 一個男老師 把我拉過去啪啪 那男老師出手都很重啦 你看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冒驚心啊 真的是冒驚心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大人看好像 他是錯的 你怎麼來搗蛋 其實不一定的啊 那一下子那個 那個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感覺 真的你當老師也好 或者當父母啊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修行道場 你每一個境界都在考你 能不能 穩住脾氣 穩住脾氣 不要說老師 父母啦 我們現在帶組織 你當領導 也是不簡單啊 每一個人 用每一個人的狀況 你 你假如情緒上來 你的功德就被燒掉 所以我們早上說 擅財頭子啊 五十三餐 但是當身成就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老師 只有自己是學生 那就是 你哪怕是面對一個孩子 他都是一個境緣 我在這個境緣當中 我在這個境緣當中 我能不能不動情緒 這個境緣就是來 看念我的功夫 能不能 不被他們的行為而動氣 我都給你講幾遍了 你看 被轉了 我都給你講幾遍了 代表講的都有落在心上 因無所住啊 而生其心是真心 所以 我們看自己的 起心動念 看得越細的時候 就會常常看到有助 有助就是 你其實已經弱了一些印象 你才會在這個境界當中 會有情緒上來 這個境緣就是提醒我們 內心深處 還有哪些東西要放下 他人與人相處是很微妙的 哪怕是他錯了 但是 你沒有動氣還包容 他的慚愧心很容易起來 這叫 愧之 小人可使為君子 好 這個宏毅大師有 將格言連筆 挑一些精華出來 變成格言別路 這些句子 這些句子 裡面還有人情勢理 把這些人情勢理彰顯得非常好 人情勢理 人情勢理非常重要 其實就是你要隨時能體恤人心 李秉蘭老師講過 學佛就是學人情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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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人情不懂勢理 會傷天害理 會學成佛呆子 書呆子 我當時看到李老講這段話 用傷天害理 用到傷天害理 其實也有道理就是說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佛弟子的身份 或者是傳統文化老式的身份 大眾會看我們比較高 假如我們這種人情勢理 沒有用心去體會 會讓大眾感覺說 你這種情況 這種問題 連我們沒有學的人 都不會有這種情況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種情況 怎麼會有這種情況 那大眾好 我覺得這個不能學 都是學成 我最近處理很多個案 真的是痛心 就是傳統文化學校 你看一個小孩 四五歲 他把他關在一個小房子 小屋子裡面 讓他一兩餐不吃飯 我說你們怎麼狠心做得下去啊 你說這樣的行為來講 社會大眾都不會這麼做 結果我們學傳統文化學 那麼多年的人在做 這個就變成什麼 就是我們在學傳統文化的這個因緣 或者是在教的因緣當中 我們的那種控制要求 掙扎 所以會不會修行真的是太關鍵 可是要會修行 要能內 就是說佛法是內學 他又能常常關到自己的心念 他關不到呢 他就是往外一直要求 所以聊凡視訊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唯從心緣應歸處 默默洗滴 原來打孩子那些行為 我們根本就已經發脾氣了 去懲恨行人 我們自己都沒有反觀 然後我 他們那些團體 就是透過發問問題 我才了解他們內部的狀況 他說任何情況都是老是對 那就是一言堂 老是又不是聖人 怎麼可能他全他對 可是你看他在那種氛圍之下 他就好像樹立他是絕對的權威那種樣子 那你一般的大眾真的遇到這種人 或者這種團體 他會對傳統文化非常反感 對呀 人家唐太宗是當皇帝的都沒這樣 人家很求見 希望人家提不同的意見 堅聽則明偏信則暗 群書之曜裡面有強調這一點 所以這個人情勢理還是很重要 你看那個格藝裡面講 好 好 好 處事要替別人想 論人先將自己想 好 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其實這個都是人情勢理 比方說我這個優點我做到了 我帶動你 這叫有諸己求諸人 我自己沒有這個優點 我一直要求 他一定不服氣的 無諸己 我今天沒有這個缺點了 我護念你把這個缺點改掉 我今天你要給我改這個 我自己也有 那孩子跟學生一定 嗯 你自己都這樣還只是講我 那 他一定很難接受的 古人留這些話的時候 有先後咧 知所先後啊 則盡道矣啊 剛剛那一句說 這個 潰之 就是你要做到 讓人家的慚愧心自己生起來 潰之 小人可使為君子 積之 積之就是你 好像那種言語比較刺其他 積之 君子可使為小人 有些人呢 丈夫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呢 太太的言語太犀利 積之 君子可使為小人 我在他 太太面子 啊不然你是要怎麼啦 不好意思 這個我呢 就是你講到他 你沒有給他面子了 他有時候變破罐子破摔了 你就要積之君子 變高成小人 這個都要我們的心柔軟啊 對老子中留下來這些 異理啊 會滿有體會的 好 比方說 教人以善物過高 當時其可愁 好 你今天這些異理很好 你不要一下子就很高標準去要求對方 其實你要要求自己更嚴 去帶動他 他吃其可從 像我們都有聽說了 理學的太高了 比方說 這個同修生病了 業障太重了 哇 這個你 你這個 就是說 世間人 他沒學的 不會這麼幹 但是你學了假如 沒有注意到自己 一種控制要求的話 就會發生這個情況 這樣呢 家裡的人或者團結的人 會壓抑 他看你講的 對啊也長重 但是他心裡就很難受了 所以 我早上提這個 映竹說 世事長存終數 這種心境很重要的 我們修行是 要修正一些習慣 其實 我們沒有很警覺 在境界當中 觀照自己的話 我們本來的習慣是 言以律人 寬以待己 你說一個人每天念頭起 多少個不對 我們也沒有 面壁思過 沒有啊 可是別人講一句不對的 我跟你沒完啦 言以律人 你看古人不一樣 古人 比方說陽檢 明朝一個大臣 睡覺做夢 夢到偷人家兩個禮子 醒過來之後啊 不吃飯 面壁思過 我夢中 我夢中 會有這種夢 代表我自己 聖徒 這種修養不夠 但是 反而 他這樣的人 他做出來對外是什麼呢 他對外是 這個隔壁家的屋檐 坐得太過來了 下了雨啊 都淋在他們家 家裡的人 你看 都淋在我們家 雨天少 然後 然後 這個旁邊的 鄰居啊 生小孩了 他本來都是做驢子啊 去上草 他把驢子賣掉了 為什麼 驢子會叫 小孩 那麼小啊 驢子一叫怕 就怕了 嚇到了 他們家的祖墳呢 被小孩玩玩玩 推倒了 哇 那管家跑了 哎呀 祖墳被推倒了 他有沒有傷到人呢 你看他眼以律己 但是他表現出來 寬以待人 所以我們不能學顛倒了 這個 這個 忠肅的存心啊 就很能夠去體恤人情了 所以 教人以善 悟過高 當時期歌手 工人之惡悟太嚴 就是你指證人家的錯啊 就是你指證人家的錯啊 也不要太苛 要施其堪受 我們有時候說 歸過於私事 這個都是人情事理 歸過於私事 揚善於公堂 對 推薦你們可以 這個隔夜別路 不是很多 但是這些確實蠻清疲的 好 你比方說 剛剛那孩子按電梯 你先了解一下他的心理狀態 他說 沒有我覺得好玩 那你跟他說 這個電梯啊 停一次 啟動一次 要耗多少電 欸 那電梯很重啊 所以你 他一停下來 又再啟動 那個都要耗很多電 所以這是公眾的 我們不能 因為我們的行為 去損害到這些 公眾的這些資源 就是一個機會 教育點 引導他 人 純心啊 都會 是會 可以感受福報來的 你去珍惜資源 這個就是敬田 福田心根嘛 大分三種 恩田 悲田 敬田 真的啊 我們的心夠靜啊 你任何情況會有 靈感出來 事有百折不老之真心 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重點是不能動氣 一動氣啊 佛菩薩跟祖先加持不上 因為我 我最後 帶一班呢 帶六年級 那個班上號稱有四大天王 真的四個都不簡單 我去帶 我就是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鬥氣不要鬥氣 然後你就會有靈感出來 怎麼去處理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有一個南海很乖啊 成績也很好 他就跑到 我的這個座位旁邊 然後就跟我說 這幾個同學 這幾個同學最近比較乖了 他也很高興嘛 然後他們說 今天老師來 不知道要出什麼招了 就是這幾個孩子 他會怕我出什麼招 我一聽 背後發亮 因為我每天來 他們到底要給我出什麼招 所以你要定得住 我們以前看布袋戲啊 你們看過布袋戲嗎 挑一下 台灣這麼好的這個藝術表演 我們都看布袋戲長大的 中校結役啊 很好看啊 那個在學校讀書 都爬槍出來 回家裡看 你看那個 布袋戲都是演這個 武功的嘛 你看兩個人 在那裡 一觸即發 誰先出手就誰輸 為什麼 沉不住氣 好像成龍的 武打片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你勾手對招的時候 你看誰先動 誰的心先動 沉不住氣了 對啊 從佛法來講啊 你不被他轉 他就被你轉 所以修行要練不動氣也不動邪 定得住 真的快要發作的時候 趕快心裡面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調補一下 好 下一個問題 你幫我練好不好 好 你坐嘛 早上看到大家太高興了 可能講話有點講太多 每天要跟阿彌陀佛求一下 有老師來 有老師來 但修行要安住當下 當沒有老師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佛菩薩安排 老師上大講座 大講座不是人多 大的意思就是 年齡層跨度 甚至於是行業別跨度 你要通通顧到 你要通通顧到 這個鍛鍊就比較多 所以可能是這一位老師是 天將將大任於世 對 其實我們佛菩薩安排吧 其實 假如剛好沒有人手的話 你就安住當下了 練了 當你是這個心境的時候 孩子也在感受 其實學生是蠻能感受 父母跟老師的心 對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教 我有留下來 教一些成績比較 不理想的孩子 然後就會有 成績不錯的孩子 主動要協助 就是我們的心 其實會跟孩子起一些交感 假如你 很有耐性 可能一些善根比較好的孩子 不要講話了啦 就是可能他會站出來 會協助老師 當然喔 假如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也不要刻意去感淨度 因為有時候你 你感淨度的時候 看到一些情況 你也會著急 你的心怕會受影響 那就順著當下的人 去機會教育 那我們回想一下 人成長最多的時候 往往是遇到境界 都快要超出我們的承受能力的時候 特別能把潛能激發出來 我曾經跟大眾講 考試沒有越考越簡單 不然就不叫考試了 結果我這句話講出去 我的考試越來越難 但是 就轉一個念 你自己沒有 這麼多的考試跟鍛念 你以後 就沒有更多的積累跟體悟去供養 信任你的人 尤其我現在在漢學院 帶那麼多發心的年輕人 二十幾啊三十多的不少 所以轉個念頭 說事事是好事 李秉蘭老師說 困難越大 功德越大 歡迎困難 您功德無量 首先提到的就是說 他在學校用不上 那具體呢 這個你看我在講學 我都要找機會 去坐坐公交車 這個感受感受 現在人民的生活步調是什麼 不然我也怕我講話 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 因為我們是教地址規 是教做人做事 他的原則就是 氣禮氣機 所以我們也要比較了解 他中學生現在的 家庭生活狀況 他學校生活的狀況 他會遇到哪些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 不需要花老師太多時間 但是你去留心一下 你在一些相應的機會 機會點 或者你在開解經文的時候 能拉近 他們這些生活現況 他聽起來就會比較 比較貼切 就是我們教學 不要讓學生 會變成覺得 講這些道理 現在跟我生活啊 跟我人際關係沒有關係 這樣就不夠契機了 我們學習經典 他要有受用 他才會想學 其實地址規應該是 每一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他假如真的有學去做 應該他就會感覺 比方說家庭跟父母 家人的互動 他一定會往改善的方向走 你假如不照著做 你會往反的方向去發展 同樣的這些教會 用在學校 跟老師的相處 或者跟同學的相處 他符合這個了 他人際關係會轉好 他不符合了 他人際關係會不好 那另外有情況就是 可能這人際關係裡面 比方說打遊戲 這是不好的 那可能他會覺得 我不會打遊戲 好像跟這些同學 融不進去啦 這是另外一種情況 那這個就是一個機會點 那你看看同學們 這些特別一起喜歡打遊戲的 你觀察一下他們的狀況 我們不是灌輸不是命令 你是順勢的 讓孩子自己去感受去觀察 是吧 讓他把這一個掛愛 這一個 希求 讓他自己想去感受 你甚至可以進一步舉例 你說你不判斷是非善惡的話 比方說那幾個人好玩去偷東西 那他們三五個都偷了 你偷還是不偷啊 很多黑社會的人就是這樣進去的 是吧 大家幹不好的事情 一夥一夥的 不幹好像我容不進去 那就很危險了 所以孔子有說 這個時候交朋友 交友之道 你可以順著跟孩子交流 入鮑魚之事 久而不聞其臭啊 入孜然之事 久而不聞其香啊 君子 這個益者三有 損者三有 益者三樂 損者三樂 怎樣的朋友對自己有幫助 怎樣的朋友對自己有害 他要判斷 但是不要讓他跟 行為不好的孩子形成對立 也不需要這樣 我們現在我們自己還影響不了他 我們先把自己做好 等我的Energy很高啦 一放光他就 像佛陀這樣 有時候幽默一下嗎 這個再說 這個也論語裡面 所以我是感覺教學相長是真的 有時候孩子他的一些困擾也會 激勵我們 更深入經典當中去給他造一些 可以應對這些正確的教理 你看益者三樂 而是 樂益有 樂益有 樂節理樂 就是君子有三樂 而 樂益有三樂 然後 热焦油 我一下想不起来 热意热 热燕油 就是这里面所叙述的就是那种 就是 喜欢这种 喝东西吃东西就流连忘返 或者就是 反正就是这种 玩乐 然后很放任的 就是这种 以这个为人生的快乐 这个就是错误的乐 那个是中欲 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 这个是好的一种 嗜好啊 是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所以嗜好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引导 但是现在就是说 一来 他打 但是他是越来越严重 对啊 就是你任何一个情况 你都要顺势的去互念孩子 甚至于是 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打电弹玩具 打电弹玩具是一个结果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 我也是 我再打一次 就是当事人 对 对 你打完游戏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很爽 他的代价就是你的健康 还有你的专注力 专注力啊 对 打得不错 不是也很专注吧 对啊 但是就是 你该要专注的时候 是上班啊 或者是上课 专注不了了 那个力量已经用到那边 用不上 那你的体力耗损了 对 就是健康 对啊 那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知道 爽一下而已啊 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因为 我们要到有定功的时候 你这些诱惑的东西啊 才会完全不动心 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有诱惑他的东西 你看我记得 成长过程 有好多次了 我一看电视啊 妈妈在旁边叫好几次啊 没听到 有很多东西会让你 沉迷进去 但是你假如修行 你越听经越觉得 一份时光 一份命光啊 你继续这些东西 你拔不出来 你就要去轮回 听经文法 还是挺重要的 再来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 你看 古人我看也不打电头玩具啊 就是 就是 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啊 他从外在的 这种 比方说 都市丛领 或者家庭的氛围啊 都不够放松 你看我在高雄市长大的 跟在内蒙古 一片大草原 好像是不一样 是吧 我假如在澳洲长大 应该是不一样 最起码 可能会比较开阔了 对啊 所以孩子他可能 接触自然的机会太少 你看古人啊 在那样单纯的环境 他都每一天要谈情 论语里说 不色情色呢 读书人每天要谈古情啊 调自己的心情 你看他登 他就 功伤觉知语 对照五脏六腑 所以他很希望 那个爽的感觉 就是他已经 自己也不知道了 他内心其实是有压抑的 他要透过一些方式 把这些情绪抒发一下 但是这种抒发属于症状节 而且这种症状节还有副作用 隔天上班没听声 是 是 师傅 这为什么我现在弹钢琴就是这样 现在什么 弹钢琴 对啊 你看 这个代表他为他自己的生命在找出路 找人多些 对啊 那比方说他假如听 听经听得更多了 他可以用 阿弥陀佛 是吧 对啊 每个人方式不一样啊 但是他 他最起码他要真的能达到抒发的效果啊 是是是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我们修行就是不能着相 多去了解那个原因 我们一着相就是在指责他的结果 你体恤他会给他一种感动跟力量 你指责他呢 有时候会让他一种沮丧感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用心在交感 这个一定跟善根有关 就是比方说在一些诱惑面前不动 但是呢 每个人的短板不一样 你在堵的时候不会动心啊 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会动气 动心 每个人 每个人修行的重点不一样 修行是很细微的事情哦 你比方说 了凡视剧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我感觉这一段话听不懂啊 人际关系会出问题 这一段话不容易听到 这是了凡先生的智慧 他可是阿维也是菩萨 他这个家世不一般了 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是 无疾而终 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那个了凡视剧里面讲的那么精辟啊 他有他的背景 他的太太也很贤惠的 而且这一段话我觉得他用心良苦 他讲这一段话以前举了 与人为善 其顺在雷者 顺在雷者 这个地方的捕鱼啊 都互相争 你看顺王用什么态度 策然哀之 他没有指责哦 他看到这个人民这样互相争夺 他心痛很心疼 策然哀之 然后他去干什么 自己让 看到别人那 赞叹那个让的 一年之后 这个地方都互相礼让的 然后了韩世先生很厉害哦 应用大顺的功能 五五五被处末世 末世就是末法世纪 我们现在处在末法世纪哦 危急之常盖人 不要以自己的常处啊 去压人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 这种话不能讲 危急之常盖人 危急之善行人 不要以你的善行去好像炫耀 给别人压力了 危急之多能而困难 你不能能力才华很高哦 让人家好像跟你相处起来 很有压力 收敛才智若无若虚 这个是自己的态度哦 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个 这一段话的心境 有时候会觉得 比方说财社名利 可能我们财啊社都不动心啊这些 我觉得哎呀怎么搞得连这个都 那个就有点隐藏待人了 而且这个态度其实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忽略自己很需要修的部分 人心微微啊 人的心常常能起高下见的时候 他要公于论人者查己必输 他的精神用在看别人上面 你的内观的功夫啊 就会减弱了 所以他说 书令才是若无若虚 见人过时啊 寒荣而掩护之 见人家有错啊包容 甚至给他台阶下 注意哦台阶是要别人给 不能自己给哦 这法不能用错了 是吧 比方说 这也是一个习惯 我印象很深啊 我一些习惯也很多啊 比方说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初中同学聚会啊 聚会啊 然后我们迟到了 迟到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我一进去啊 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 现在好像在美国做导演的 这个同学他住在纽约嘛 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次我就聊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能 把你的错误就换到 你都 照理讲应该是 自己要先道歉吧 一下子好像那个 就被自己晃掉了 这个叫给自己台阶下 是要给别人台阶下 不能给自己台阶下 这个法用错地方 是不行的 寒荣而言父子 依则令其可改 你留面子给人家 人家惭愧行为起来 依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中 他知道你知道你不说他 对他有一种 一种威慑力在 那个表情是 那个表情是 我知道我不讲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凡人舍己而从之 就是成人之美 且未艳称而广述之 就是多赞叹他 就是末法时期啊 我觉得了凡先生这个处事 开启很精疲 假如我们人际关系里 有一些不愉快 可以念念这一段 可能有些要 可以修正的部分 我是感觉 我们也不要令习给 还是肯定 但是你肯定的重点 可能要在他的心态上 而不是在外在的成绩上 你称赞他的心态上 会长他的做人做事的善根 包含他成绩好 你也可以引导他 这也是因缘生法 老师很认真教 但你不要说 连他都不肯定 我感觉我不要走极端 也是很真诚去肯定孩子 他的可贵的地方 但不要去炫耀就好 对 然后孩子在 在求学过程中的 他的心态的负面 你父母老师不知道了 在大陆啊 成绩一夜又时候的孩子 心理问题可能相对重 他那个得失心呢 患得患失 哎呀我都遇过这些自杀的孩子 那都是 成绩都是顶尖的 他忽略掉他的状态 心理状态 所以你父母老师会引导啊 哎他每一次考试 你会很好的 告诉他怎么 可贵在哪 可以 检讨的在哪 你是调他的心态 而不是跟别人比 你跟别人比 你就会落入 痛苦 成绩会比 写个书法也会比 对啊 所以 我们汉学院的书法老师 他总结四句非常好 他是李秉兰老师的学生 他说 言为心生 智如心化 所以写书法是在了解自己的心呢 这个观察智心不与他比 智心一触无事不伴 他训练专注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所以写书法跟往生是有关系的 你会用这一段四个句来 你做任何事都跟往生有关 你是一笔不苟 你对人的态度 也是不苟 我讲每一句话 皆从真实心中做 我讲话是功德 做事是功德 都没有离开净土为归 念佛要用真心念 做事也要用真心做 这个四句我再寄给你们 找一下寄 你帮我寄一下 我现在五十岁了 记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现在已经到中秋了 陈者上一次十几年前来的时候 在座有没有 除了,我有一个学生九岁 我去汕头的时候 他居然在底下听课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教師培訓怎麼有小朋友進來 他媽媽給他們帶進來 現在已經27歲了 18年了 今年碩士要畢業了 英國愛學院 所以這個節緣節的 這樣的孩子你講什麼他都聽 跟你原生 所以大家初衛老師放長線 下一句就不能講 吊大鈴 我們有時候在台上說 睡覺睡不著 翻來覆去像尖 本來講尖語的尖別 就是你會突然感覺這個不對要換一個詞這樣 講台是一種鍛鍊 好 其實這個還是老師要結合到他的生活去 去開解 對 美國有同修把細講底子規翻成英文了 對 那個就可以配合講解了 我再寄給你們 對 他的那個網站叫Pureland Pureland 對 那他翻的就是完全是美國的 就是因為好像有一個說法叫 チェックリッシュ是吧 チェックリッシュ 就是你翻英文的時候不融入他 當地這個國度的遣詞用具的話 你雖然翻成英文了 他們聽起來是 怪怪的 沒有 精力就是圓滿 大家不要給自己壓力太大 傳統話是很可愛的 發意原則 精力就好了 傳統話說 莫以成敗論英雄 就是 精力就是很可貴的 就像 諸葛孔明是忠誠的代表 他已經精力了 雖然他沒有復興和思 那閱讀的話 深教 嚴教 敬教 教育不會 教育大分則三塊 首先 你家庭當中 團體當中有沒有閱讀的氣氛 這無形當中會帶動孩子 敬教 敬教 深教 再來我們老師講 課的時候 講故事的時候 能夠迎人入聖 就容易吸引他 那這個還是循序漸進去帶動 就是要觸動他 那當然也不是每個孩子都很適合讀書人 看他的才性吧 能夠盡量帶動他多少帶動他 然後他假如有其他方面的特長 而這些特長其實也可以立眾的 也可以多鼓勵他們 行行出狀元 這個認知還是蠻重要的 包含這些書 引導他看的時候 跟他現在的結合起來 他也覺得這些書對他很需要 可以給他一些幫助 那可能就是說 要引發他更強的一種 志向啊 興趣 對 謝謝 那是什麼書 所以他能看 那就要看 他的 當前的人際啊 人際關係 有沒有哪一些古文 比較香氣他 現在的這些生活 他覺得學這些東西 對他很有指導意義 或者這種年齡的人 立志挺重要的 古代像德語課本裡面 都是非常美的文言文 那每一個故事都彰顯這個 校替中心理義廉止 那這些風範 也可以講給他聽 給他 那這個可能 對他立志效法這些人 或者從這每一個人 學到做人做事 他的受用會大 受用大的興趣就會高 群書三六里有翻成四本 英文的 然後也有我們有 一些同仁啊 他們也翻到 好像一些開示啊 你再幫我記一下 我把這些可以提供給你們 對 這個確實也是有必要啦 英文 用英文來講這些傳統話 還是挺有必要的 我們剛好今年要開用中文教漢學 對 1月13號 這樣記一下 我把那個海報寄給你們一下 可以上來看看 用英文講漢字 用英文講傳統經典 講群術之藥 對 全部都是英文的 對 好啊 這個我們來努力一下 剛好今年九月要開學了 好 還有嗎 師傅 對不起 用英文講傳統的話 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視頻 還是只是聽而已 對 他有編就有嗎 視頻啊 哦 書本 視頻 講課嘛 對 這次啊 畢竟 用英文講的視頻 我那個信講歷史規則是用英文講的 他們配音啊 哦 配音啊 念英文啊 哦 對啊 對 對 有 這個部分也確實要多 多一些 你可能做小學而已 好 好 我幫劉欣一下 謝謝師傅 哦 有蚊子哦 他飛得很慢 還是吃飽啦 我怕不說蚊子也慢 好 哈哈 哇 你看你們呢 都會影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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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聽清楚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謝謝師傅 謝謝大家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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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